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颈松鸡 红颈毛的故事哦 小战马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柱 牧川文化发行 三 松鸡 红颈毛 但我最最最喜欢的 松鸡妈妈带着一窝小松鸡 走下山坡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喝水 这些小松鸡们虽然才出生了一天 但是它们的双脚已经很灵活咯 这是妈妈第一次带它们去喝水 松鸡妈妈要配合小鸡的步伐 所以走得很慢 而且它警戒地敦服着身体 因为这片森林里到处都是猎食者 要万分小心才行 这一窝小松鸡一共有十二只 松鸡妈妈对它们呵护备制 它仔细地查看每一棵树 每一根草 每一片灌木林 这只松鸡妈妈呢 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搜寻着敌人哦 果然你看 真的被它发现了吧 有一只大狐狸 正从草地的另外一头 向它们走过来 用不了多久 狐狸就能闻到这些小松鸡的味道了 情况好危急 躲起来 躲起来 松鸡妈妈着急地喊道 才出生一天的小松鸡们 好神奇哦 它们都听得懂妈妈的指令耶 马上就分散开来躲起来了 有一只藏到树叶底下 有一只藏到了两根树桩的中间 第三只呢 爬到了卷曲起来的画树皮里 第四只一头钻进了小洞 其他的小松鸡 也都纷纷找到了藏身之处 只有一只小松鸡啊 一时之间没有主意 它不知道自己要藏在哪里才好 哎呦 怎么办 来不及啦 索性它就躺在一片宽大的黄色的树皮上 闭上眼睛 一动也不动 它想说反正我看不见敌人应该看不到我吧 以为没人能看见它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松鸡妈妈好奇怪哦 它竟然直直地朝那个大狐狸跑过去耶 它跑到离狐狸不远的地方之后 突然扑通一声地跌倒在地上 好像它的翅膀还是腿扭伤了一样 不停地咯咯咯地哀叫着呢 它这是干嘛嘞 人们都说狐狸很聪明 但是在松鸡妈妈面前啊 狐狸笨死了 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餐 狐狸得意忘形起来了 它就猛地扑向这个 看起来好像受了伤的松鸡 可是眨眼之间 松鸡妈妈又往前挪动了一点点 狐狸没抓到它 好 没关系 一次不成再来一次 狐狸呢再次扑了上去 它以为这次肯定是抓得到了 没有想到 一棵小树又把它跟猎物隔了开来 松鸡妈妈呢 笨拙地躲到了一根枯树干的下面 这个时候狐狸呢 立刻伸出了它的爪子 要去掏腰去捞 诶 松鸡妈妈现在看起来啊 好像伤得没那么严重了 它向前跳了一下 狐狸立刻赶了上去 来了一剂猛扑 几乎都要够到松鸡妈妈的尾巴了 但奇怪的是 尽管狐狸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还是连一根松鸡的羽毛都抓不住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么样伸手矫健的狐狸 怎么会没有办法抓到一只受伤的松鸡呢 不久在追逐了一段路之后 松鸡妈妈突然展开它的翅膀 飞走了 原来松鸡妈妈它根本就没有受伤 狐狸被骗了 松鸡妈妈绕了一圈 又安然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它静静地站着 对于它的是二只小孩 那么安静那么乖地躲藏 它感到十分满意 而这些小松鸡呢 它们就算是听到了妈妈的脚步声 还是仍然一动都不动哦 它们真的好乖哦 那只躲在树皮上的小不点也是 即使它听见了响动声 也都丝毫声音都不发出来 只是呢 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一直到 它们听到了松鸡妈妈 发出了 孩子们过来 的叫声 小松鸡们 这才钻了出来 躲在卷树皮里的那只小松鸡 它的个头最大 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 躲到了妈妈宽大的尾巴底下 还发出了 啾啾啾的叫声 这一种 甜丝丝的呼唤 敌人啊 在三英尺外就听不见了 可是松鸡妈妈 就算在三倍远的地方 也是绝对不会漏听的 这就是母爱啊 要到达小溪 还得穿过一片空地 松鸡妈妈 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展开了它像扇子一样的尾巴 让小家伙们都聚在尾巴的影子底下 这样四眼的阳光就伤害不到它们了 松鸡一家再次出发 不久就来到了西边的灌木丛 一只棉尾兔突然出现了 吓了小松鸡们一大跳 但是看见它温和的白色尾巴 小松鸡们就放松了下来 它们又长见识了 带着白色尾巴圆滚滚的猫猫兔子 有着善良的眼睛 它们不会伤害小松鸡 喝完水之后 松鸡妈妈又用尾巴保护着孩子们 来到了草地的另一头 它站在一个长满青草的大土堆旁边 这个土堆是一个蚂蚁窝 松鸡妈妈爬到了土堆上 刨了几下就刨开了这个松散的蚂蚁窝了 哇 这个时候 蚂蚁窝里面成群的蚂蚁一涌而出 有的呢 好慌乱哦 哎呦 没头没脑地在地上乱转 有的则是马上排起队伍 开始搬移它们的遗卵 松鸡妈妈走到了小松鸡的面前 捡起了地上的一粒白色的蚂蚁卵 叫了一声之后 就把那个卵丢到地上 然后再捡起来 再丢下去 就这样做了几次之后 它才把蚂蚁卵一口吞下去 那只最大的曾经躲在卷树皮里的黄色小松鸡 看了妈妈的样子之后就学了 它也捡起了一粒蚂蚁卵 也是一阵丢丢剪剪的 然后一口把它给吞下去 它就这样学会了怎么吃东西 直到所有的小松鸡都吃得肚子饱饱得圆圆的 松鸡妈妈才把它们带到了一片 又细又软的沙土上 它们就在这里惬意地睡了一个午觉 小松鸡们还学着妈妈的样子哦 一会儿呢用小爪子抓抓痒 一会儿又拍几下翅膀 它们的翅膀其实根本都还没有长好 只是毛茸茸的 两个小小的那种尖尖的三角形的肉肉而已 那天晚上 松鸡妈妈把孩子们带回了灌木丛 在刺藤下的枯叶堆里 它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 用羽毛搭成的温暖小窝 有了刺藤的保护 小松鸡们就这样 安心地依偎在妈妈的身边 睡得又沉又香 到了第三天 小松鸡们的双脚已经十分健壮了 它们的小翅膀上 也长出了一排排青色的羽毛馆 隔天 这些羽毛馆里就长出了羽毛间 又过了一天 小松鸡们的羽毛就完全长出来了 现在 它们经常拍打折自己的小翅膀 好像已经等不及要飞上天空了 不过最小的那只小松鸡 没有那么强壮 它一出生就有点病奄奄的 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比起来 它是跑得少 叫得凶 有一个晚上 有一只臭幼袭击了松鸡窝 松鸡妈妈赶快发出了 飞呀飞呀的叫声 叫大家赶快逃跑 可是 这只最瘦弱的小松鸡 没有跟上 之后 这只小松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小松鸡们继续接受训练 它们知道 在西边的草丛里有又大又肥的炸猛 最好吃了 也知道呢 矗粒树上 有胖乎乎的青虫很美味 它们知道 一座座的蚂蚁窝是粮仓 还知道蝴蝶 很好吃 但是不好抓 另外 最好不要去碰霓蜂 小黄蜂 毛毛虫 还有蜈蚣这类的东西 七月是江果月 小松鸡们长得很快 它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大个子咯 最近 它们每天都去洗沙浴 沙子的沙 它们常常去的 是山上有一个公共浴场 就很像大浴池 但是其实没有 是鸟在那里洗澡 它们都喜欢在沙子里面打滚之后呢 抖一抖翅膀 身上的寄生虫啊 或者是一些肮脏的东西 就可以跟沙子一起抖下来 所以说那里好像公共浴场一样 这里的沙啊 真的太幼缘 太舒服了 松鸡妈妈常常带小孩子们去 可是呢 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啊 它发现它自己 还有小松鸡们 都变得有点无精打采的 身体很不舒服哎 容易呢 饿 发烧 还有全身酸痛无力 松鸡妈妈不知道 原来啊 是这个公共浴场的沙里面 有寄生虫 怎么办呢 好在动物都有求生的本能的 松鸡妈妈她发现啊 有一棵结满果子的毒栖 她吃了一下这个果子 发现果子是又苦又辣 但是吃进肚子里面 会让它稍微舒服了一点 小松鸡们看到妈妈在吃 就跟着吃 果然 大自然给了他们最好的药 因为这种果子啊 除了难吃之外 还会导致拉肚子 一拉了肚子之后 把肚子里面的寄生虫 给排出来 病就好啦 可是 有两只小松鸡 它们的身体比较虚弱 没有办法承受剧烈的腹泻 有两只小松鸡 死掉了 现在 只剩下九只小松鸡了 它们都很听话哦 很乖 长得也很快 不过 这些小松鸡里面 还有一个蠢蛋 还有一只懒虫 松鸡妈妈 对那只最大的小松鸡 格外的照顾 它就是那个 躺在黄色的树皮上面 假装敌人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敌人的 那一只黄色的小松鸡 这一只松鸡呢 不但个头最大 行动也最灵活 更重要的是 它最听妈妈的话 每当松鸡妈妈发出 危险 危险 的警告的时候 它总是最快躲起来 那妈妈呢 如果说 过来 过来 这样呼唤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大个子啊 也总是最快地 回到妈妈身边 小松鸡们 已经长得有 成年松鸡的四分之三大了 它们也已经更懂事 现在该学习 过成年松鸡的生活了 首先 它们要学会的就是 飞到树上去栖息 因为小黄鼠狼 狐狸 臭幼 还有水雕 都来这里捕食松鸡了 在地面生活啊 变得很不安全 有一天 松鸡妈妈就 咯咯咯咯地叫着 飞上了一棵 吃凡夜冒的树 小松鸡们看到了 就赶快学着妈妈的样子 也往大树上飞 诶 大家都飞成功了 可是有一只小松鸡啊 它太懒惰了 还是它不想要学 它就是不愿意飞 它还是要住在地上 第一个晚上 倒是平平安安的 但是 到了第二个晚上 有一只水雕 跑来偷袭了 在树上栖息的小松鸡们啊 被一阵的叫喊声给吓醒了 哇 一阵混乱之后 树林又慢慢恢复了 极静了 只是 在黑暗中 一直传来 喀邦喀邦的咀嚼声 嗯 那个是咬骨头的声音 好可怕哦 剩下的八只小松鸡 在树上啊 下得几成了一排 松鸡妈妈就睡在最中间 小松鸡们继续地成长 不久之后 妈妈开始教它们 呼啦啦起飞 松鸡是可以不声不响 静悄悄地飞上天空的 那干嘛要学 呼啦啦起飞咧 因为 起飞的时候 故意把翅膀啊 拍打大声一点 可以向周围的同类 发出警告说 这里危险 这里危险 月月食物换新样 月月敌人不一样 到九月了 古物和种子取代了原本的浆果 还有乙卵 敌人呢 也从臭肉和水雕 变成了人类 九月是猎人月 在猎人月里 老猎人卡迪 带着它断了尾巴的猎狗 在树林里面走来走去 松鸡妈妈发现了猎狗 马上发出了警告的叫声 其他的小松鸡都飞走了 可是不是有两只不乖的吗 一只叫蠢蛋 一只叫懒虫啊 那两只呢 哎呀 傻乎乎的 把猎狗误认成了狐狸了 它们就跳上了一棵矮树 想说这样就安全了 结果啊 猎狗还是看到它们的踪影了 就汪汪叫 把猎人给叫了过来 结果 碰 碰 两声枪响 两只小松鸡 就浑身是血的 跌落到了地上了 哎呀 小朋友 你们听了这个故事 是不是又急又气啊 这一些小松鸡 它们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嘛 如果它们跟着妈妈 一起团体行动 该飞的时候飞 该躲的时候躲 就不会被敌人 还有猎人吃掉 或是打死了 现在松鸡妈妈只剩下六只小宝宝了 这六只宝宝能够顺利地长大吗 请继续锁定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下一次继续跟大家说 松鸡红锦毛的故事哦 下期见 拜拜 就提飞了头头 但我最最最喜欢的 反而还是做你的小跟皮头 亲亲亲亲 我最爱的妈妈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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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的爸爸 用力强壮的皮膀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